据美联社最新消息,特朗普政府宣布全面恢复对伊朗的制裁,恢复对伊朗制裁后,多达700个伊朗实体及个人,登上了特朗普政府的制裁黑名单。 据悉,被此制裁涉及伊朗的行员、金融和能源领域,美国财政部还将要求国际金融网络Swift停止为伊朗银行业提供服务。 此外,蓬佩奥表示,此次对伊朗制裁,八个国家将被特朗普政府豁免,从而可以进口伊朗食油油,我们的终极目标是逼迫伊朗放弃违法行为,表现得像一个正常国家。 蓬佩奥说,蓬佩奥没有具体说明,是哪八个国家获得豁免,只表示被豁免的都是承诺或已经减少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。 蓬佩奥说明,外界猜测,被豁免国家必然包括印度、日本、韩国,很可能还有中国。 从报道中不难看出,美国对伊朗采取的措施,释放了以下几个信号。 其一,是强硬依旧,美国没有放弃自己的承诺。 尽管中俄欧尹等世界主要政治经济体坚决反对,但美国依然依如既往的选择为一意孤行,任性望来。 其二,是放缓进攻步伐,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反对生意。 美国虽然没有妥协,但放坏了进攻步伐,也就是采取差异化政策,分化瓦解,在伊朗问题上的反美联盟,划出可能的敌我。 其三,是冲回老陆的前措。 众所周知,涉及伊朗问题,美国虽然迫不及待,但并不具备解决的能力,以及军事解决的条件。 所以,这才将成为主要措施,至于美国此前表现无甚超级,看起来更强硬,但完全是老路子。 可以预见的是,这八个国家将不会包括中国,原因也不复杂,因为美国一直在试图为独厄制中国,尤其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,这种针对性非常明显。 那么,美国极可能通话伊朗石油问题,进一步施压中国。 况且,在这个问题上,中国从来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,基本无视了美国方面的无力要求。 也成了支持伊朗的重要力量。 毕竟,中国对石油需求量很大。 不过,乐观的是,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,美国少有不慎,只会加之中美关系的紧张。 届时,中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,维护好自己的国家利益。 此外,欧盟也不会改变立场,将一如既往的支持伊朗,维护伊和协议的权威。 因为伊朗出事,中东动爆,对欧洲将会是一场灾难。 俄罗斯的角色,在这次事件中比较尴尬。 作为伊朗的盟友,以及使用出口大国,美国此举给了俄罗斯真空子的机会。 不钻吧,都是利益,俄罗斯非常需要挣钱,钻吧,极可能会破坏俄伊关系。 被美国成功离间,因此,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采取措施。 可谓一时二秒,一方面分化俄伊,一方面施压中国。 这在很大程度上,对于伊朗是一个严峻的挑战。 毕竟,中俄是维护世界和平,稳定的重要力量,也是伊朗方面的主要政治依赖。 如果中俄同伊朗的关系因此被弱化,那么,美国就成功了一大霸。 所以,坚定立场非常重要,尤其是俄罗斯方面,不能贪图小利,否则将来可能吃大亏。 当然,对于美国的险恶用心,世界早已洞察,其不轨图谋多半是要遭遇挫折的。 差异化政策,以成美国谋求单级霸权的重要手段,在贸易问题上,伊朗问题上,都被启用到了极致。 拉伊达伊,非常险恶。 不过,乐观的是,伊朗问题暂时不至于有太大风险,但也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。 世界各方围绕伊朗的博弈还将继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